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天跟大家介紹很多人留言想看的酒莊 Chateau Plakremont 照慣例 我們先看酒莊的地理位置 老觀眾都知道波爾多是分為左右兩岸 分別代表Gihondi河的左邊和右邊 當然不只是左右兩邊的分別 因為這東西關乎土壤 再構成兩邊合種的提子都不一樣 不過今天這個不是重點 你只要記住 左岸主力是中Cabernet Sauvignon Merlo為副手 而右岸主力是Merlo 副手是Cabernet Front 而左岸除了平日耳熟能場的Mad Dot之外 很多人都忽略了在南面有兩個很有名的產區 分別有紅白都很有名的Craft 和Defu專門做貴婦甜酒的Sautern Craft和Mad Dot最大的分別是 平時說155的評級 即是經常說那個列級酒莊 只是指波爾多士爾筆 Mad Dot的酒莊評級 而波爾多士爾筆 Craft和他另一個衛星產區 Pasad Nion 是屬於另一個在1959年拍板 由AOC國家管理機構 法定產區管理局INAO 全面根據酒莊的歷史 地理位置 酒的風價和酒的售價等等 綜合因素來評定 而在這個評級裏面 除了有紅酒 還有白酒的評級 所以有些酒莊只是白酒是列級 有些就只是紅 有些就紅白都有 關於這個list 我放在影片的描述欄 有興趣的打開來看看 為什麼今次會講得這麼仔細 是因為我以前有過一段黑歷史 當年我知不知道的時候 以為左昂酒寫著Grancru Casse 就一定是155評級裏面的列級酒莊 還傻偷偷走去Challenge酒店的店員 最後當然遲到反艇 被人當是瘋了 在中央精神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負責做什麼? 被人研究 不錯 講完黑歷史 就繼續講講黑教王的歷史 黑教王Proclimont 差不多是全波爾多最古老的酒莊 在公園1252年就已經開始中提子 座落的地方正正就是剛剛提到的Pasad Yon-Yon 不過那時候還未跟教廷拉上關係 是去到公園1299年那時候 A From The Group 被任命做波爾多的大主教 收到一塊叫Month的葡萄園當任職禮物 這位主教超喜歡這份禮物 還用盡心力打理好這塊田和酒窖 去到1305年 這位大主教被推舉做教王 而且改名為教王Papremont五世 不過做了教王 就不能留在波爾多 所以這間酒莊 就留給接他職位的大主教 從那時候開始 這間酒莊就改名為Chateau-Papremont 用來紀念這位這麼愛這個酒莊的教王 連這裏都用了一對交叉的金鎖匙 來代表著教王的印記 就這樣講教王的故事 好像幾百年前的宗教一樣 其實它就是羅馬教廷 即是現在在梵帝江大家認知的 顛主教教廷 新聞聽到的教宗 其實就是那時候的教王 而現在的方濟國就是第266任的教王 不過先戴上頭盔 雖然現在歸一了 但當年是有各種千絲萬縷的敵對關係 讓我多說那位教王Papremont五世 在他上任之後移居去南龍河的城市Avalon 他這麼喜歡葡萄酒 去到新地方當然是邀請人去造酒 而這個地方也就是後來的教王新寶 但是所謂的寶 是他的繼任者 在後來才建築出來的城堡 不過如果不是因為這位教王 現在這個區的酒瓶 就未必有這麼漂亮 又有這麼標誌性的鴨花 回到酒莊的故事 這種前後任主教的傳承 一直維持了幾百年 直到爆發法國大革命 才被政府衝動 中間的拍賣又轉手的事 就沒什麼好說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1864年 收購酒莊的莊主 將整個城堡重新建 現在Google看到這個哥德式的城堡 就是當年他有份決定 另外深水清的朋友 應該知道那個年代的 法國葡萄酒產業 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不知道 就要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這類的資料 我多數會在某些影片中 重點提及 如果你打開的小鈴鐺 就不怕漏了這些資料 話說在1860年 去到1880年的時候 波爾多的葡萄園 給一隻叫葡萄根某牙蟲 Vilosra的東西入侵 這隻由美洲過來的蟲 會咬爛葡萄的樹根 但是當年歐洲的葡萄樹 不懂得分泌樹汁去修補這些洞 被它咬過的樹 就會慢慢膚死 當年幾乎完全摧毀了 全歐洲的葡萄產業 當然Puprimon都不能陷面了 當時的擁有者 在沒辦法的情況下 唯有全部樹連根拔起 不過在它種過的同時 就引入了一種 現在大家習以為常 但是當年在波爾多 非常新鮮的整行種植 加入了棚架系統 大大減低了樹棺管理的成本 單單這兩樣東西 就足夠寫一本書去講 不過我這麼懶 當然不會多提 不過這個技術的引入 可以說大大改變了 波爾多的種植方法 和之前的哥德式城堡 當年這位莊主 直接拿到最佳葡萄園管理獎 之後中間 繼續經歷一戰和二戰的跌跌蕩蕩 去到1990年 現任莊主 Benner McGrath 完全接手了這個莊 再真真正正扶搖直上 這位被稱為波爾多教父的莊主 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在波爾多 有瓶級的地方 就有他的酒 而且在類似上一定會見到 除了主角 Pub Clermont 還有Medoc的四級莊 Château Natoucanet Centameleon Grand Cru Casse Château Foubouche 和貴婦甜酒產區 Sotran的一級莊 Gloobieige 這位莊主 和著名的飛行釀酒師 Michelle Hohlan AKA Robert Parker的Friend 他們的讓酒理念不謀而合 理所當然 Dob Clermont 在Robert Parker手上 都不可能低分 長期都保持在95分以上 當中的2010紅酒 和2009的白酒 更加去到100分 不過難得的是 雖然他的酒長期高分數 但莊主為了保持他們的行銷策略 黑教皇的價錢 一直都算很親密 新年份出廠 一般都好少超過800元 水準又高又穩定的他 對比起波爾多這些 急不及代鈴鐺 然後可以瘋狂加價的市場 簡直是良心企業 接著說他的白酒 他的白酒其實跟紅酒一樣 那麼出名 甚至價錢比紅酒更貴 但是在平級的時候 白酒是不屬於列級酒莊 原因是他白酒的產量 相比之下實在太低了 在他60公頃的田裡 紅提子就佔了53公頃 主要都是以Capolic Sofian為主 其餘全部都是Mellow 黑教皇的紅酒最標誌性的 就是他有陣高級雪茄和咖啡豆混合的香味 加上更深更濃的顏色 一落杯整個高級感就湧上來了 而他的白酒就只有7公頃 年產量只有15000枝 如果你是榴槤愛好者的話 你的福音來了 因為他的白酒就是蜜蜜混榴槤那種味道 入口以熱帶水果和來自木桶的煙燻味為主 口感很油潤細滑 喝之前最好醒他半小時至1小時 今天的介紹來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酒莊介紹的話 不妨訂閱這個頻道 最後當然記得CLS 我們下條影片見